美軍五人機順利完成第一次巨殺任務 美國國防部透露其中一名被殺目標 可能射入即將發生的機場二波攻擊 美國總統拜登稍早前有一次警告 未來24到36小時間 科普爾機場將有立即危險 並誓言第一波巨殺行動 只是開始 但是塔利班表達不悅 譴責美國的無人機報復攻擊 是對阿富汗領土主權侵犯 儘管有千百個不情願要把美軍送走 塔利班只能繼續維護機場周邊安全 不斷朝空中開槍 嚇阻群眾靠機場主要出入閘口 隨著機場恐怖危機持續升溫 各國撤離行動 進入倒數 各國媒體記者無法堅守到最後一秒 席家袋卷登上撤離班機 一家飛往英國的包機 則是有個寶寶直接在機上誕生 英國空降師也在今天 搭上最後一班軍用運輸機離開科布爾 結束所有撤離工作 回下至少五百名英國公民 和一千名阿富汗盟友 英國在阿富汗長達二十年的任務 正式劃下句點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